嘿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星星猴 咱们呢今天继续啊 这个神头暴娃第二部的二周末 还是绿色暴娃 你看这个绿色出行多么健康啊 穿了一身绿 还可以进行一个伪装 真的是非常不错的装备 这一关的话是二周末的第一章第九关 也是没有难度 要注意一下这个老太太巡逻的这个时间 然后在厨房拿到全部的物品 稍微等一下 咱们猫在墙 看看能不能变成一些道具啊 四秒钟 既然咱们动了的话 它就不能变了 这个好像有问题啊 咱们单独站立的时候 扁击右边的加速跑 它会一直向前跑啊 这个有点坑 而一带的话是不会动的 这里有一条狗 它是睡觉的 但是它叫的话 很可能会把这个老太太引过来 它发现了我们 这不好 咱们一过去 它叫门一开的话 它肯定会有问题 那这个衣服会有一个非常好的功能 就是在里面拖战啊 想并玩过一些 像那个魔兽这种游戏 大家都知道啊 如果你被怪异者跟着的话 是非常恶心的 那么就像盗贼 会有一个技能 叫就是抢引啊 就是消失 它可以让我们直接隐身 就直接拖战 而这里面鲍博 所用的这个绿色鲍博衣服 靠在墙边 四秒钟就可以变成箱子 那么也算自动改一个伪装 如果有什么狗 还有什么的 进行追踪我们 我们就可以像盗贼一样啊 直接就拖战 虽然是盗贼 但神的暴武 毕竟还是以纯涛妾为主 它并没有武器 所以说这个衣服 在某些特定情况下 还是非常好用的 第十关我觉得是最傻的一关 也算是白给了一关啊 它应该就是想 算是一个教学关卡 教学我们 在某些的控制房间中 这个门 必须要等这个NPC走过之后 我们才可以走 因为我们没有钥匙 所以说这关也没有什么难度 你看它走过去之后 这个门就会开一段 因为是绿色的 然后我们东西拿起之后 就可以把里边 这个东西拿走 就是什么东西也没有形式 这是一个发光体 什么东西啊 等它进去再拿 诶 是一个木质的 这是鞋呀 什么东西啊 赶紧走 不然的话会发现的 好的 这一关 真的是 就是白给了一关的 没有难度的一关 但是要是这一关 也被发现的话 那么咱们神的暴武 也就该下岗了 整体这个神的暴武 还是非常有趣的 因为我们玩的是这个 就是国际服 所以说只有英文版的 如果你玩的是这个国区 就是有中文版 或者是台区也可以啊 这个游戏好像支持很多语言 像简体发展中文 还有差不多能有十多个国家的语言吧 如果你用中文版的话 你可以看到这个鲍勃 在任务开始 就跟这个大胖子对话 也是非常逗的 因为神的暴武 他本身就是 自己是自己是这个打工的 偷窃 然后都会有一个老板 跟着他 每一关都会有这么一个老板的角色 最后他会被鲍勃给收拾掉啊 但因为其实是这些人是看中了鲍勃的这个偷窃能力 然后利用一些消息或者是一些东西啊 然后来压制他 强迫鲍勃帮他们干活 那么如果鲍勃不帮他干活的话 就有可能把他送回监狱 或者是暴揍一顿啊 但我们鲍勃虽然是神头 但并不是强盗 要拼武力的话他肯定是不行的 但是我觉得鲍勃他手里的那些道具 还是可以捉弄一番啊 像什么拉肚子神器 还有这个空间传送器啊 这种武器已经超出常规范围了 那么神头暴揚系列呢 我们一直给的是五星加评价 因为非常经典 也是非常的好玩 多自由度 自行选择偷窃 秘密潜入 也是这个游戏的一大亮点 好的 那么本期游戏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看我们的视频 请订阅手游酷吻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